小妻儿乐乐上学去 以爱陪伴孩子探索新世界 体验人生新旅程的欢乐 孩子到了该去上学的年纪 你是否有这些担心 想帮孩子做好上学的心理准备 让孩子对上学有更多期待 一起读小妻儿乐乐上学去的故事吧 有一天妈妈对乐乐说 乐乐宝贝你长大了 也该是去学校的时候了 明天我们一起去学校好吗 乐乐新奇地说 学校是什么东西 学校会很好吃吗 妈妈微笑地说 乖宝贝学校不能吃啦 学校是很有趣的地方 你在那里会认识许多新朋友 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看书哦 在乐乐的心中 面对未知的学校生活 还是有一点害怕 企鹅妈妈带着乐乐和天天 一路哼唱着快乐的歌谣来到学校 妈妈跟乐乐说 乐乐你看这里很好玩吧 你在这里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妈妈下午再来接你 你再和我们分享 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哦 妈妈要带天天离开时 乐乐还是舍不得的哭喊着 妈妈 乐乐能够适应学校的生活吗 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 回到家乐乐会跟爸爸妈妈分享 怎么样的学校生活呢 帮孩子做好上学的心理准备 不抗拒上学 小妻儿乐乐上学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